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圣明来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 2023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是 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从年初开始就讲一个系列 跟属灵操练有关系的信息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跟神建立真实的关系 一定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许多的属灵的操练 所以大家还记得 一月份我们分享的叫做 灵命更新 然后二月份我们分享了 属灵操练 我们讲到说 信仰今天不同的时代 基督徒有不同的属灵 遇到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遇到不同的挑战 所以有不同的属灵操练 而当我们会有这些属灵操练的时候 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活泼 所以三月份我们分享了 读经的操练 对不对 四月份分享了 什么 祷告的操练 然后五月份分享了 导读的操练 六月份分享了 聆听圣灵声音的操练 七月份我们分享了 敬拜的操练 八月份我们分享了 认罪悔改的操练 然后我们还分享了一篇叫做 柬埔的操练 九月份我们分享了 感恩欢庆的操练 十月份就是上个主日 我们分享了 大自然的操练 感谢主 我看到上个礼拜 好多弟兄姐妹已经进到大自然里面去操练了 很多人去hike去 你知道上个礼拜 我们教会里面 办公室里面 居然有一只蜂鸟 Hummingbird 它真的就飞到我们办公室里面来 我们体通过还拍了一段的video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操练 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操练 叫做 谦卑的操练 跟我一起说 谦卑的操练 为什么这个操练很重要呢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 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一起来念 来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再读一遍来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 不要看着背一遍来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感谢主 好 我们一起地图祷告 天父 恭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 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把你的话语解开 发出亮光 喂养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真的明白谦卑的意义 也可以效法基督 活出谦卑谋福的生命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这段经文很容易懂 对不对 因为神 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说白话一点是什么 上帝不喜欢 骄傲的人 上帝喜欢 谦卑的人 这里叫做 拦阻教的人 你知道拦阻这个字 在原来文字里面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 两军打战的时候 敌人要冲过来的时候 然后这边的战士 就拿着盾牌 拿着枪架 要把他怎么样 担住 是这个意思 拦阻的意思 所以叫做 神拦阻教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一个人教的时候 他就变成上帝的什么 他变成上帝的什么 敌人 这里各项圣经 告诉我们 神拦阻教的 如果你明白 拦阻原来这个文字里面的意思 就是当一个人 骄傲的时候 他就是跟上帝 为敌 他要来攻击神 然后神就要 拦阻他 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 这么不喜欢 骄傲的人 为什么 骄傲的毛病 跟其他的毛病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不一样吗 如果我们去读圣经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骄傲 人类的犯罪 人类的罪 罪从哪里来 撒旦从哪里来 很多人问说 撒旦从哪里来 撒旦从哪里来 你们知道吗 撒旦是 骄傲的天使 堕落变成撒旦 在 以赛亚书14章12到14节 一起来念 来 明亮之心 早晨之子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败列国的 何尽被 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成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心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 什么你知道吗 如果你了解 这段圣经的背景 这段圣经里面讲到 堕落的天使 叫做路西服 路西法 他是怎么堕落的 讲到说 撒旦从哪里来 这段讲到撒旦怎么来的 撒旦原本是 上帝旁边的天使 但是他因为骄傲 他说我要与上帝同等 他忘记了 他自己是受造的 他要与创造主同等 他说我要升到至高之处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结果上帝斥责他 他就堕落 成为了撒旦 所以你知道 人类的犯罪的源头是什么 就是因为天使的骄傲 然后你再看 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 这个撒旦 堕落的撒旦 他来引诱亚当夏娃 犯罪的时候 他跟亚当夏娃怎么说 一起来念 蛇队 女人说 你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 善恶 看到没有 杉杉他本身 自己因为骄傲而堕落 他在引诱人犯罪 堕落的时候 他一样 他挑动人心里面的那个 骄傲 他告诉亚当夏娃说 你知道为什么 上帝不让你吃 这个树上的果子吗 因为上帝害怕 你吃了以后 跟上帝一样 能够辨别善恶 能够知道善恶 他告诉亚当夏娃说 你吃了以后 你就不一样了 你就可以跟上帝 同等了 所以亚当夏娃 里面的心理 类型里面 那个骄傲 被挑动起来 所以他就吃了 所以现在 你们把我讲这个意思 撒旦的堕落 人类的犯罪 都是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从骄傲开始 骄傲到一个极致 你知道 人骄傲的极致 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一个人骄傲的极点 是什么 你知道吗 骄傲的极致 就是我跟神一样 我就是个神 你知道历史历代的那些君王 他骄傲到一定的时候 一定的成熟 他就变成什么 神化了 他就变成神了 要变成人就要摩拜他了 今天很多的宗教的教主 异端的教主 他做了一件事 他不断告诉人 把自己怎么样 变成跟神一样 所以骄傲的极致 就是把自己变成神 但是人 所有 但是这个世界里面 只有一位神 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那个源头 其他都不过是 受造之物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上帝 拦住 拦住骄傲的人 因为骄傲的人 他要把自己变成 跟神同等 所以犯罪是从骄傲开始的 但是第二件事情 你要知道的是 救恩从哪里开始 救恩从前辈开始 一起来念 菲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来 他朋友 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 强夺的 反倒须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 实价上 这段经文在讲谁 讲耶稣 耶稣本来是 神 但是他却谦卑自己 成为了 人 刚才讲到撒旦 他本来是受造的 但是他叫骄傲 要变成 跟创造主同等 但是耶稣本来是神 他是创造万有的 但是他却谦卑自己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 世界上 并且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我们才得到 救恩 如果耶稣不愿意 谦卑说 为什么要我去 撒帝为什么 你自己不去 为什么圣灵不去 为什么要我去 今天我们会得到 这个救恩吗 会有这个救恩吗 今天就没有 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救恩是从 耶稣基督的 谦卑顺服开始的 而不仅是 耶稣基督的顺服 开始的救恩 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 能够得 每个人 能够成为基督徒 能够得到救恩 最重要的第一步是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步是什么 各位 你能够成为基督徒 能够得到这份救恩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谦卑 好 一起来念 诗篇149篇 第四节来 因为耶和华喜爱 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 当做谦卑人的装饰 神用救恩 当做什么人 谦卑人的装饰 为什么不是骄傲人 因为骄傲的人说 我不需要上帝 我自己搞得定 谦卑的人说 承认说 我有问题 我有罪 我自己不能够救自己 我需要耶稣 我需要恩典 当然愿意 这样谦卑的时候 他就领受了这个救恩 所以犯罪是从 骄傲开始的 救恩是从 谦卑开始的 不但这样子 还有第三件很重要的事 你要知道 门符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谦卑开始的 一起来念 诗篇18章12节来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诗篇22章4节来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救得 富有 尊荣 生命为 散赐 这段时间 我们都在读什么 读真言 QT真言 有没有 有 对 真言讲得很清楚 尊荣以前 必有什么 必有谦卑 敬畏耶和华 心存 谦卑的人 他要得到 富有 尊荣 还有生命为 散赐 这里告诉我们 上帝 生给 谦卑的人 上帝愿意散赐 愿意祝福 谦卑的人 为什么 你要记住 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谦卑是我们 蒙福的 很重要的一个根基 上帝 如果一个人 没有谦卑的人 他是领受不了 上帝的祝福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一个 骄傲的人 如果一个 没有谦卑生命的人 他领受了 任何的成功和祝福 只会让他变得 变得什么 变得骄傲了 变得与 变得与神 怎么样 为敌了 上帝就开始要 抵挡他了 所以 各位 如果我们没有 谦卑的生命 我们是承受不了 上帝的祝福的 因为那个祝福 成功 反而会变成我们的 骄傲 会让我们犯罪 会让我们与神为敌 会让我们被神 抵挡 甚至 甚至很多属灵的操练 各位 为什么要讲 这个谦卑的操练 你要记住 如果没有谦卑的操练 我们前面讲的 所有的这些 属灵的操练 你知道会变成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前面讲到这么多 我们讲到这么多 属灵的操练 读经的操练 祷告的操练 灵命圣灵的 会变成什么 你知道吗 会变成我们属灵的骄傲 各位 如果没有谦卑的生命 作为根基 所有这些属灵的操练 会变成 属灵的骄傲 你看我每天都QT 我每天圣经读一遍 你看你都没有读一遍 你都没有QT 我每天都祷告 我祷告过你三十分钟 你过五分钟就起来了 你看我比你怎么样 我比你属灵 我都会聆听圣灵的声音 你又不会聆听圣灵的声音 你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到 有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 祷告你记得吗 他说 主啊你看我不像这个税吏 我呢 我做十一奉献 我每个礼拜禁食两次 你看我多好啊 他有没有在做属灵操练 他做十一奉献的操练 他做禁食的操练 但是那个操练 没有给他生命带来 主乎 反而变成什么 他的骄傲 主说 这个人祷告 我不听 他在我眼中不看为义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谦卑的操练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没有谦卑的操练 我们讲的所有的属灵操练 最终带出我们属灵的骄傲来 最终使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 阿妹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谦卑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 谦卑的操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 其实不仅是圣经里这样讲 其实我们人也都喜欢谦卑的人 你喜欢谦卑的人 还喜欢骄傲的人 你喜欢谦卑的人 我们都喜欢谦卑的人 对不对 中国人讲得很清楚 谦受益满 遭损 谦卑使人 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但是谦卑 所以今天很多人 基督徒也都知道说 要操练谦卑 对不对 只是你一定要知道 谦卑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操练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操练 因为谦卑这件事情 它很容易坐在外面上面 如果我们不明白 谦卑真正的意义 我们很容易把谦卑 坐在表面上面 表面看过去很谦卑 但是内心却很 骄傲 我不知道你明白 我讲这个意思 以前我在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去请客吃饭 他说酒桌上是有文化的 你知道吗 对着门的那个位置 不能随便坐 一定要留给别人坐 表示谦卑 然后敬酒的时候 你要怎么敬你知道吗 你的酒杯不能够高过 对方的酒杯 你的酒杯要比对方低 然后角度上 我敬你 我比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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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从酒桌上 从桌面上面 一直敬到桌子底下去了 这是什么 这些敬前的 这些谦卑的这些 表面的动作 但是内心谦卑不谦卑 内心没有谦卑 中国人很讲 谦谦君子 别人表扬 什么是谦卑 谦卑就是别人表扬 你说 哎呀没有了没有了 过奖过奖 惭愧惭愧 哪里哪里 是不是这样 表示很谦卑 哪里哪里 你们听过一个笑话 那个江青你们 你们知道江青吗 毛泽东的最后一位太太 有一次有个笑话说 有一次她接待外宾 那个外宾会讲一点中文 她就来说 江青女士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江青一听 心里好高兴 我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但是她说表面上 心里的乐开的话 表面上要怎么样 要谦卑 她说 哪里哪里 那个外国人一听 我说你很漂亮 你问我哪里漂亮 她就说 她想了半天 你从头到脚都很漂亮 哪里哪里 她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 所谓的谦卑 谦卑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谦卑只是要告诉你 别人表面上 你要说哪里哪里 别人进酒的时候 你酒不要别人 这些规条不会给我们带来 这不是我们带来真正的谦卑 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 一起来 来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起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 毫无 如果我们只是遵守了这些谦卑的 告诉你说 谦卑的一二三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些东西的话 只是自表谦卑 其实不能够 我们表面上看过去 你们其实内心就骄傲的 不得了 甚至有时候我们做这些东西 也做得苦哈哈的 你知道吗 但谦卑还有一个非常 非常调诡的地方 就是 今天我们说 我们看中谦卑 我们想要操练谦卑 对不对 你认真操练 操练了一年的时候 你发现说 哎呀我真的进步了 我比过去 怎么样 谦卑了 你跑来跟人说 嘿Michael 我告诉你 我过去操练了一年 我比过去更 怎么样 谦卑了 但是这个手你忘记了 你这个手其实正在什么 正在骄傲 这就是谦卑调诡的地方 当你觉得你自己 操练了足够谦卑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开始什么 开始不谦卑 开始骄傲了 所以 什么是 所以今天 今天 非基督徒也在讲要谦卑 要讲谦谦君子 儒家思想也在讲谦谦君子 跟我们圣经里面 讲的谦卑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基督徒 要怎么样来操练 真正的谦卑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表面上的谦卑 不是那种 个人修养的谦卑 今天很多人 修养的好像很谦卑 不是个人 那谦卑到底什么样 是真正的谦卑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从三个方面来讲 谦卑你记住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第一是他是对神谦卑 第二是对自己谦卑 第三他才是对人谦卑 第一个什么叫做 对神谦卑 对神谦卑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他首先承认上帝的伟大 他因为认识上帝的伟大 所以他承认自己是渺小的 那谦卑这个字 Humble这个英文 这个字 它从拉丁文的什么来 你知道吗 Humble这个字的原文是 泥土 是泥土 是土 尘土的意思 乃至说 这个Humble的意思是 承认自己 不过是神手中 用程度造出来的 诗篇八篇 三道诗节一起来念 来 我观看 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成色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 眷顾他 谦卑的人 有一个特质就是 他有一个操练 就是当他去默想 去观看上帝的伟大的时候 他从心里面 从内心深处发出感慨说 上帝你 真伟大 跟你相比之下 我实在是 太渺小了 你知道 你知道 1969年 美国 NASA第一次 宇航员登陆月球 三个宇航员上 月球 你知道当他们登陆月球的时候 你知道 NASA那个航空中心 控制中心 在地球上的人 所有的人都在欢呼 你知道吗 人类终于登陆月球了 人类真是太什么 太伟大了 但是你知道 宇航员走出太空船以后 他看到 站在月球上面 看地球 地球就像一块大饼一样 挂在那个蓝色的星球上 一块大饼一样 挂在那个地方 他们所有的人 都在感慨一件事情 感叹 创造主的 造物主的那个 伟大 地球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不过是沧海 一树而已 你懂我讲这个意思 在办公室里面 在那个控制中心里面 都觉得说 哇我们人类太伟大了 我们可以登陆月球 但是在月球上的人 一看到浩瀚的宇宙 看看地球一个小小的一块 他在感慨说 人类真是太渺小了 所以从1969年 到许许多人 进到太空以后 他的第一个感慨 都是上帝太伟大了 人类太渺小了 从1969年到现在 过去五十几年的世界里面 宇航员 上过太空的宇航员里面 有十三位 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去服侍上帝 回来以后 发现说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真是太伟大了 所以他把宇航员的职业 放掉去服侍上帝 你知道刘顿 刘顿 刘顿发明了地形引力 发明了刘顿力学 哇 人们成长 刘顿 你太伟大了 你怎么能够发现 这么深奥的道理 刘顿怎么说 刘顿说 我所发现的这些东西 就好像一个孩子 在大海边 在海滩上捡了一块 鹅卵石 小小的鹅卵石 觉得说 这块鹅卵石很漂亮 但是其实我对 整个浩瀚的大海 是全然的 无知 刘顿为什么可以这么谦卑 因为他真的知道自己 无知 他真的知道自己渺小 今天很多人是 不知道自己无知 所以觉得自己很伟大 你知道吗 你知道博士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 博士是什么意思吗 博士是不是知道自己 懂得很多的人叫博士 我过去一直以为 博士是知道自己 懂得很多的人叫博士 博士是 知道自己 不知道的人叫做博士 知己不知者 叫做博士 他知道说 生物学博士 我只知道生物学这块 其他东西不是我 专精的领域 这些领域 你不要来问我 我生物学 如果你要机械学 你要问航空学 你要问航空学的 博士 叫做知道自己 知道得有限 的人叫做博士 各位 一个人只有真正认识到 上帝的伟大 他才会真正地 谦卑下来 谦卑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你承认 你一切都是从神 领受的 一起来念 哥林多前书四三七节 来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反复不是领受的呢 各位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一个谦卑的人 他不仅看到上帝的伟大 他更是知道 他自己所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什么 领受的都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没有什么好 自夸的 各位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的生命 气息 动作存留 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神领受的 今天 你知道我的太太 上个礼拜 她做了一个手术 她做完了手术以后 她有一个问题 她的右手 可能神经被压破 她的右手完全不会动 我们举起手来 我们手可以这样举起来 她一举起手来 她就这样子 就垂下来 她的神经 这个神经 她可能被挤压住了 她手有知觉 手指头有知觉 但是她的这个 这个神经在需要恢复 我们去问医生 医生不知道 医生大概是这个 大概是那个原因 她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我们回来 跟我太太这里 祷告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有个 非常深的感慨说 真的上帝的创造 何等的奇妙 一根神经 平时我们都觉得 很有力很有力 一根神经被挤压住 你的神经 就是变成这样子 今天我们的真的 生命动作 气息存留 都在乎什么 都在乎上帝 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得货财的能力 从哪里来的 赚钱的能力 从哪里来的 从神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很有恩赐 我们各样的恩赐 有能力 属灵的恩赐 从哪里来的 属灵的恩赐从哪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属灵的恩赐 是圣灵水几亿 怎么样 分给我们的 今天我们可以成为基督徒 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得救 圣经告诉我们 有佛所说告诉我们 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 本乎恩 我们不就是上帝的恩典 各位 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 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就会知道说 没有什么好自夸的 因为我们都是什么 都是领受的 只是我们每个人领受的 不一样而已 今天你知道 上帝会用很多时候 神会借着一些事情 来让我们认识祂的伟大 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渺小 来让我们学习谦卑 你知道吗 今天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谦卑的 不知道这些事情的 不认识神的伟大 不知道自己的渺小 不认识知道 一切都是从神领受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我过去就是一个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 我觉得我自己很有能力 我以前常常讲一句话 我只要想做的事情 没有做不到的 我不会做饭 我先跟人家说 做饭什么了不起 只要我想学我一定会做 而且做得比你都好 我以前就这样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但是只有 当我在人生中 遇到很大的苦难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哇 原来我是非常有限的 原来我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我真的意识到说 我是非常无知的 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 我过去以为做得很聪明 自己觉得自以为很聪明的事情 结果都给我 都是让我导致了 我自己欠到这样的苦难当中 欠到这样的难处当中 所以你知道我很喜欢读真言 你知道吗 这段时间你们在读真言 对不对 你们一定要好好读真言 真理里面讲到很多人生的智慧 当我开始读真言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 哇 如果我早读这些书 我早知道这些 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真理 圣经里面讲 不能做的事情 你不要做 要做的事情要好好去做 我都不会堕到这样的困难里面去 不会掉到这样的苦难里面去 你知道 在苦难当中 我认识到上帝的伟大 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我才开始学习 谦卑下来 所以各位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谦卑的操练 第一件事 谦卑的操练 第一个秘诀就是 你要正确地认识 上帝 认识上帝的伟大 认识自己的渺小 真的从心里承认 你自己一切都是从神 领受的 但你会有这样 这不是一个概念 在你头上 而是你从心里头 真正的幸福 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真正地 谦卑下来 阿们 所以第一个谦卑的操练是 你要操练在神面前谦卑 你要回去参加默想 默想 思想上帝的伟大 去数算上帝的恩典 思想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为 你会想到你生命中 这一切都是上帝给的 都是上帝的恩典 你就会越来越谦卑下来 阿们 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神要谦卑 第二 谦卑的第二件事情叫什么 对 对己谦卑 跟我一起说 对己谦卑 对自己要谦卑 你说很奇怪 谦卑就是对人嘛 对不对 我对人态度好 要谦卑 什么叫做对己谦卑 一起来读 罗马书12章3节 来 不要看 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 合乎重道 再念一遍 来 不要看 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 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的 合乎重道 这段事情告诉我们 第二件 我们谦卑的第二个秘诀 就是关键在于 一个人会谦卑 关键于他怎么看 自己 怎么看自己 今天很多人 为什么很骄傲 因为他 看自己过于 所当看的 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他就如果没有我 这个地球就不会 赚了 如果没有我 这个教会就不会赚了 如果没有我 这个事工就不会赚了 如果没有我 这个公司就不会赚了 其实后来才发现 没有他 公司赚着更好 我也在公司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有我 公司的技术是我 客户是我 关系是我 什么都是我 没有我公司不会赚 后来没有 才发现 我走的时候 大家都拍手称快 世界不会因为没有你 不赚了 今天很多人 过于所当看的 但是 今天还有另外一些人 他把自己看得太 低于自己所当看的 他导致了一个事情 叫做什么 你知道吗 叫做自卑 自卑跟谦卑是 不一样的 你知道吗 你明白我讲这个意思 自卑跟什么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自卑跟骄傲是一样的 自卑跟骄傲一样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自卑觉得说 我什么都不如人家 自卑是看自己看的 一无是处 谦卑是看自己看的 合乎中道 跟我一起说 自卑是看自己看的 一无是处 谦卑是看自己看的 合乎中道 今天很多人自卑 所以他不断地想要证明自己 他想要证明自己 所以他里面很容易受伤 他很容易被人家激怒 别人看他一眼 你为什么看我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别人不看他 没跟他打招呼 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 没看我 他天天都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 这是自卑 所以今天一个人 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想当地人 就没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一个人 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会 用上帝的眼光 正确地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 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你听听我讲这句话 一个谦卑的人 一个健康的人 他会用上帝的眼光看什么 看自己 他里面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跟我说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 他知道我是上帝创造的 他知道神爱我是被爱的 他知道我是有价值的 但是他也知道我是不完全的 我有我优点的地方 我有我缺点的地方 我有我需要改变 需要成长的地方 我有我能做的事情 我有我不能做的事情 一个人一定要对自己 有正确的和神心意的认识 他才能够不会受人的影响 他才能够有真正的谦卑 今天很多人 今天很多人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你会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我过去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但是我学习到一件事情 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第一关键是上帝怎么看我 第二最关键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这个世界上调查 有个调查报告告诉我们说 这个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他都喜欢你 他都看你是好的 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 无论做什么他都不喜欢你 无论你做什么他都不喜欢你 有百分之五十人 你做得好他就喜欢你 你对他好他就喜欢你 你对他不好他就不喜欢你 就这样子 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关键的 不是别人怎么看我 而是上帝怎么看我 还有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如果你自己看你自己明白你自己的价值 如果你自己明白你自己的优点缺点 你需要成长 你明白你自己的身份 你就不会受很多人的影响 你就会有真正的谦卑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你记得吗 耶稣在世上 他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 有人 这个彼得带他去见 带这个 有人带他去见那个拿旦叶 你看拿旦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 他说 拉撒勒忍出什么 好东西 拉撒勒忍出什么好的 耶稣你出拉撒勒忍出来的 你有什么 你能出什么好东西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说 你会不会很生气 你会不会受伤 你会不会要证明给他看我是好东西 耶稣一点都不受伤 因为耶稣非常 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耶稣一点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受伤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行了五比二鱼的神迹 哇 这些人一看到 耶稣会变比五比二鱼 所有人都用红材 要耶稣什么 做完了 哇 耶稣你太棒了 你做我们的王 我们跟你 我们带领你 你来带领我们 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们 耶稣没有听进去 耶稣还没有飘起来 门徒们都已经飘起来了 你知道吗 门徒们都已经商量说 耶稣做完的时候 我们两个谁坐他左边 谁坐他右边 但是耶稣 却没有被 因为别人的表扬 别人的称赞 别人用带而飘飘飘 圣经告诉我们 他退到山上去 为什么 耶稣很清楚 自己来的地上的使命是什么 他不是来做地上的丸的 他知道他是天上的丸 他不是要来做地上的丸的 所以你还记得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在 耶稣在一生中 在耶稣生命中 一直有一个试探 从耶稣来开始服事的第一天 一直到耶稣被定义在 斯加上面 一直有一个试探 你知道是什么吗 撒旦就是一定要 耶稣来证明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记得吗 在耶稣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 撒旦把耶稣带到 框檐里面 跟他说 你把石头变成面包 我就来证明你是什么 你若是神的儿子 你就把石头变成面包 你说是神的儿子 你就从殿顶上面 圣殿顶上 跳下来 证明我看 你是神的儿子 一直到耶稣定十架的时候 你要记得吗 旁边的人吐唾沫在耶稣身上 跟他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是神的儿子 你怎么样 你下来啊 耶稣有没有下来 耶稣从来都没有做这些 为什么 如果是我们 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 对不对 耶稣没有证明 为什么 因为耶稣非常清楚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需要证明 各位 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 今天我们对我们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学会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 看的什么 和乎 中道 跟我一起说 看的 和乎 中道 谦卑不是 有一句话叫做 谦卑不是 小看自己 而是什么 少看自己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It's thinking of yourself 这是 C.S. Lewis讲的一句话 谦卑不是 把自己看得很高 也不是把自己看得很低 而是看着自己 和乎中道 你知道我什么事情 我能够做 什么事情 我不能做 我有什么缺点 我有什么优点 我有什么价值 我有什么地方需要进步的 你知道的 很清楚 这个时候 你就会 真正的 真正的谦卑 谦卑首先是你 跟自己的 首先是你跟神的关系 其实是你跟自己的关系 你知道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我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以前的时候 我从小的时候 同学就说 林冠信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小时候 别人说我胆子很小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我就要证明给他看 你看我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都骑自行车 你知道吗 那时候自行车 有一个铁链锁在 锁在那个车子上面 然后链子 锁在那边 然后我们几个同学 就偷那个链子 就偷那个链子 偷来玩嘛 去撬那个车子 他们说林冠信 你胆子很小 你不要去 你在旁边替我们放分就好了 我说不行 我一定要去 我要证不给你看 我没有我胆子不小 那个时候 我就是要来证明我自己 但是随着我成长 人生的经历 很多的事情 我越来越明白 这就是上帝 创造我的个性 我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我喜欢过有计划的生活 我不太喜欢冒险 所以今天还有很多人 当然我们讲 关系牧师胆子很小 你知道我会生气吗 我不会生气 我的确是一个 不喜欢冒险的人 这就是我 我跟陈牧师不一样 陈牧师是一个 他看不见 他都敢冲上去的人 我不是 我是一个 我喜欢有计划 做事情的人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 我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 别人讲我怎么样 我不会 你知道 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 刚开始服事的时候 别人说 我关系牧师 你讲道讲得很好 然后你知道 我嘴巴怎么说 哪里哪里 心里热开的话 回去看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 在网上看我的讲道 现在我自己知道 其实那不就是 神给我的什么 恩赐而已 我除了会讲到牧师 牧师讲道 讲的好事是什么 应该的 牧师认认真真预备 讲道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夸耀的 有什么好炫耀的 就算敬拜的人会带敬拜 牧师就是讲道 厨师会做菜 就是这样子而已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 当你会 关键是 关键 关键是 很多东西关键是 你怎么看你自己 你知道今天 今天第一期 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今天三年了 三年了 很多人在说 第一期很棒 成长得 很快 你听到什么想 哇 真的我们很了不起 你就飘起来了 如果你冷静下来 你想一想 第一期才 三年 不过是一个 刚刚会走路的硬海 DC还没有经过 大风大烂的 考验 DC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跟人家学习 需要成长的地方 很多很多 人家有一些 教会已经五十年的牧师 来我们教会参观说 哎呀 你们教会很棒 我们心里心里 就觉得自己真的很棒吗 人家才是经过 时间考验的教会 所以我们要 自己要保持清醒 你怎么看自己 你怎么看自己很重要 那我们可以更谦卑地 跟宗教会来学习 你懂我的意思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领受 上帝更多的恩典 所以亲爱的认为 谦卑的第二个 操练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秘诀是什么 操练是什么 对自己 谦卑 你一定要用 上帝的眼光 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不要看得太高 也不要看得 太低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 优点是什么 自己的确定是什么 自己应该成长的地方是什么 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的心里 都会有真正的一个 平静安稳 真正的谦卑在我们的里面 第三个 谦卑的第三件事情 是叫什么 对 对什么 跟我一起说 对 对人谦卑 来读菲利比书二章三节 一起来念 来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 别人比 自己强 如果说谦卑的第一个秘诀 是你怎么看上帝 第二个秘诀 是怎么看你 自己 而第三个秘诀 就是你怎么看 别人 这里告诉我们 要怎么看别人 怎么看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今天 罪人的第一个本性 就是他常常只看自己 不看别人 有人说你 你照相的时候 你照片照出来 第一个看的是谁 一定看自己 你不会看别人 对不对 第一个看自己 罪人就只看自己 不看别人 还有呢 你要万一去看别人 一定看别人的 不好的地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要 前辈的一个秘诀 就是你要看别人 比自己强 跟我一起说 看别人 比自己强 你真的可以看到 你身边的人 你可以看到 你的家人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比你强吗 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吗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已经八十岁了 陈牧师师母 也已经八十岁了 你觉得 他们老人家 有什么比我强的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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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的人 有没有什么比我们强的 有没有 他们的人生经验 比我们多啊 比我们强啊 所以我今天有事情的时候 我打算打电话 问陈牧师 陈牧师这个事情要怎么办 他们比我们有经验的 你不要看他 他年纪大了 走路没有我快 眼睛没有我好 精神没有我好 好像头脑没有我反应快 但是你要知道 他的人生经验 比我们强啊 今天你看你的孩子 你有没有看到 你的孩子比你强的地方 有没有 你看到出来 你的孩子比你强的地方吗 你知道 我这段时间 我这段时间 看我们幼时的孩子们 在阿瓦娜的服侍 我不知道 你们中间有多少是 阿瓦娜的家长的 有没有 你有看到 他们在阿瓦娜的服侍 办不办 爸爸你真的看办 他们真的服侍 真的比我们强 他们跟这些弟弟妹妹们 跟这些小朋友们的沟通 完全没有缘的障碍 我看到小朋友 我看到大人服侍 我们很多大人服侍的小孩子 小孩子都是 用怯生生的眼光看着我们 但是我看到这些 哥哥姐姐去服侍他们 他们很自由 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想 特别表扬这些幼时的孩子们 他们的服侍真是 他们语言怎么样 一文比我们 比我们好吗 你能看到他们比我们好的地方 今天 我常常跟Jimmy 跟Michael讲说 我说你们服侍年轻人 一定会比我服侍的更好 关心服侍不会了 关心哥你不会了 你是牧师 你是读神学的 是啊 我是读神学的 你怎么样 但是我是34岁才来美国 我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验 我没有在美国结婚 生孩子的经验 我没有在美国工作 创立事业的 建立创业的经验 我说但是你们有 所以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们 遇到在美国创业的问题 我就说你们去找Jimmy 问问看 他有在这里创业的经验 因为他这些方面比我 比我强 听明白 你一定要会看到别人比你强 当你真的 从心里看你别人强 你就会有这些对人谦卑的 所有的这些的表现出来 你就会怎么样 不自夸 不炫耀 因为你有你的强 我有 我的强 你也不会增进 也不会比较 你以为知道说 我的弱点 你也会承认怎么样 承认自己的弱点 我刚才讲的 我的弱点就是 我其实在美国 我34岁才来美国 我对美国的主流文化 其实我真的不了解 英文也不好 你会欣赏别人的 优点 你会虚心地向别人 请教 你也愿意 跟别人来配合 今天第一期教会 能够成长起来 因为我们大家 同心合理的配合 不同的恩赐 摆在一起 我一直说 如果一个教会 开门也是牧师 敬拜也是牧师 讲道也是牧师 祷告也是牧师 炒菜也牧师牧师 关门也是牧师 除非这个教会 只有牧师一个人 不然这个教会 一定没希望 我告诉你 你懂我的意思 今天教会 是因为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的恩赐 摆上来用 所以你会主动地 说这些事情 我不能做 你可以来做吗 而且在配搭的时候 你会把功劳怎么样 可以给他 你会看到 这个事情 因为有你 不一样 今天第一期 能够有主日 能够吸引人来 因为我们 敬拜赞美不一样 因为有我们交通指挥 因为我们的招待 同工不一样 你也会把别人的成功 当成你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上个礼拜 因为我有事情 我太太要手术 我不能去参加 东区牧者同工会 东区牧者同工会 你要每个月 东区牧者都有个同工会 然后我们的 Echo跟Joseph 他就跟我说 关心哥 你不去 那我们也不去了 我说不行 我不去 你们要去 你们要代表教会去 我跟他们说 我说 你们千万不能 永远躲在我的背后 第一期 我说第一期要成长 第一期 未来五年要有希望 要能够成长得更好 最主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主要就是 这些年轻的同工 可以起来 他们可以成长 他们可以讲到讲得 比我更好 他们可以做得比我更好 只有这样教会 才有希望啊 各位 你明白我讲这意思 如果未来五年 你们在台上看到 永远只有关心 牧师一个人 这个教会绝对没有希望 他不会成长 这个未来五年 你能看到 有Echo 有Joseph 有不同的牧者 站在台上 他们每个人 都比关心牧师做得好 这个教会就会 不一样 所以我一来五年 我最希望的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我们这些同工都起来 你知道 我上次看到Echo讲道 我很高兴 我跑去跟Echo 我那天我去看了一下 你的讲道有一千多个view 比我的view还要多 我很开心 我很开心 他讲得好 他讲得好 神就得荣耀 教会就得荣耀 阿们 弟兄姐妹就得建造 荣耀会给三地 所以你会为别人的成功高兴 你也会接受别人的批评 真诚的道歉 认错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 一直在修教 糟糕了我五谈 又讲得太惨了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接受一个 别的弟兄姐妹对我的批评 就是我讲道讲得太惨了 每次时间都多了 他们说儿童教会 都乱成一锅粥了 孩子们时间到了 他们要回家了 我们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说我坚决 我坚决悔改 我一定要调整我的时间 今天一定要在 一点初 要正确结束 要准时结束 然后一个谦卑人 会放弃自己的特权 会放弃自己的特权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去受洗 世上说 你不用来受洗 你是什么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说什么 我理当如此 尽诸般的义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特别是谦卑的领袖 他会放弃自己的特权 他会甘心地来服侍 别人 耶稣就是谦卑地来 为门徒们洗脚 做那些没有人想做的事情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他是做那些 没有人想做的事情 你看在教会里面 常常在厨房里面 倒垃圾的人 他是谦卑的人 常常在停车场里面 我感谢主啊 我们的管路区目 他是我们的理事 他是我们的区目 他常常在停车场怎么样 指挥交通 这就是谦卑的版样 一个谦卑的人会顺服全力 一个谦卑的人会 尊荣他人 不管这个人比你有钱 还是比你没钱 你都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 这个人可能没有钱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他会用上帝的眼光 在看街头的一个流浪汉 知道他虽然今天 只是在街头流浪 虽然他生命中 有很多的问题 遇到问题 但是他仍然是 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 照的 他仍然有他 单得的那个尊荣要给他 当你会 当你会真正地 当你会真正地从心里头 会这样看别人的时候 会看到 神在那个人身上如美的时候 你会真正用谦卑来对待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谦卑是上帝 非常喜爱的一个美德 你一定要记住 圣经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正言书 大家一起来念 正言三章三道四 三十四节 来 他技巧那 好技巧地赐恩给 谦卑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是正言里面讲的 什么叫做好技巧的人 就是 proud marker 是很 因为骄傲 而去嘲笑别的人 神 技巧这些人 然后赐恩给 什么 谦卑的人 雅各苏四章六节 一起来念 来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 骄傲的人 赐恩给 谦卑的人 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因为神 阻挡 骄傲的人 赐恩给 谦卑的人 这里圣经里面 三次讲到 神怎么样 赐恩给 谦卑的人 重要的事情 讲几次 讲三次 所以谦卑是一种 非常 赐恩的人 在神面中 看为一个美德 是我们蒙福的途径 听众的 你愿意来 放下你生命中的骄傲 来操练谦卑吗 记住 谦卑的秘诀 第一 谦卑的秘诀 在于你正确地认识 善地 知道祂的伟大 知道你的一切 都是从祂那里 领受的 都是祂的恩典 第二 你要正确地来 看待自己 知道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的价值 知道自己的优点 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知道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需要 改进的地方 第三 你要正确地来看待 别人 要看别人 比你 强 每个人都有 他的优点 每个人也都有 他的 缺点 不要指定着 别人的 缺点 看 要看到别人 比你强的地方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 真正从心里 谦卑的人 你的生命中 会少了很多的 真净 嫉妒 比较 愁苦 你会坦然地 面对很多的人 很多的事 你因此也会 领受上帝 更大的祝福 阿妹 你愿意 操练千卑 成为这样一个 千卑而蒙福的人吗 愿意吗 我们一起祈礼 来唱这首诗歌